桃园市观音区许错港湿地是重要的野鸟基地 但先前许多民众发现了游荡犬只经常出没 且叼着水鸟 洞宝处接获通报是立即前往处理 设置幼捕龙并派员注点搜捕犬只 同时也呼吁民众不要喂养以免影响生态 小黑狗嘴里叼着一只水鸟 模样相当惊悚 桃园市观音区的许错港湿地 民众拍下许多游荡犬只在这里逗留 甚至还攻击水鸟 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当地生态 每天派员注点去做一个巡检 还有捕捉色龙捕捉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虽然已经有派员注点 但由于当地的野犬警觉性强 且多数都会游泳抓鱼 犬只被吹剑射撞后 依然会持续移动一段时间 有时候还会游泳到对岸的陆地 也让捕捉难度大大提升 海边它其实的腹地非常的广泛 就要你把这群移除 还是会有其他的这个狗群会进来 所以现在目前那边的狗群 大概维持七八只 那也陆陆续都有抓到 但是也陆陆续续都有新的犬只 游荡犬只加入进来 当保处想方设法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减少游荡犬只 而实际来到现场 也发现几乎已经看不到游荡犬只的踪击 当地民众也说这几个月有明显减少许多 五六月的时候我来过了 野果大概有三四只 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了 除了注点搜捕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不要在生态保护区 进行喂养行为 以减少游荡犬只的群聚 造成野生动物遭受攻击 影响许措港湿地生态